週日話題 港大 風雨中的百年老樹 名部專訊 港島舊街道多古樹 近年旅有無聲無息便屠然倒塌 文知臨言港大年來風波不斷 危機暫漏 終於喚醒了師生 校友及公眾急起關注然而謝諸百年老樹 最終能否逃過倒塌或被無情砍伐的結局 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袁國勇辭任校委會 透露過去三年 校委會已在政治勢力入侵之下 無法正常運作其實這次在拖延委任副校的事件中暴露的政治干預 絕非偶然 入侵港大的謀略 早在2001年已展開 先由教育局長足教資會全面檢討香港專上教育 隨後2003年 審計處長發表大專院校資源運用報告 新手向廣大管理架構開刀 建議港大將最高管治團體的身份 而交由後外人士佔大多數的校委會而港大 當局職於童年委任委員會檢討港大的管理架構 包括將教董會從法例定名的 Supreme Governing Body 便為最高諮詢團體 而校委會則從條例定名的Supreme Executive Body 最高行政團體 提升為最高管治團體 造成校委會為我獨尊的地位置等改變 須修改法律2010年 李國寶提斯人法案 修改至1958年實施了半個世紀的香港大學條例 由於有關校董會和校委會部分的修改適應大學自己的要求 立法會便無異議通過 除了本人在二讀辯論時發表了一對不合時而的理論 這個改變 當時輕描淡寫 事實上影響深遠細說重頭 香港大學在1911年立法成立 4月28日首先成立校董會和校委會 第一項議程 就是宣讀長達25頁的官民捐贈名單港大的來歷 是已是公民社會大學 屬於香港人所有平起平坐到校委 讀專1958年取代1911年版本的《香港大學條例》 出自兩位著名學者及憲法專家所提的改革 主旨是虛除官方色彩 確立及保障廣大的院校獨立自主及學術自由 首先將教董會原先佔大比數的政府官員及全體兩局議員 剔除 謹原誤名立法局議員 同時成立包括所有 畢業生及教職員的畢業生平議會 Convocation 讓他們在校董會佔有席位 於是由以各類別大學成員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校董會 便是大學的最高管治團體 其下 校委會是最高行政管理團體 借用社會人士經驗才能 監管大學的財政事務及行政管理 而教委會則全權主理教學事務及學術發展 全部由校內人設組成涉及教務司 而校委會須與教委會初商大學校長兼任兩個委員會成員 保持溝通如是校委會與教委會本來平起平坐 分別向校董會負責1958年的重要改革建議 還包括設立教資會的初型 根據大學所已的三年計劃 一設過撥款 讓大學既有穩定資源 財政獨立 而又透過教資會由公眾監管妥協中逐步失指主大學行政架構 管理政策模式 需要隨著社會變遷而隔身 但不能背離大學獨立自立原則 然而2011年的修改法例 出發點與效能並非如此在同一年代 教資會的委任人選與各式行政改言逆設 由隔離大學於政治干預 便為政治干預大學的棧道秦倉大學逐步失去自主 其實是在我們眼底下發生的這類必須注意兩點其一 大學並沒有堅決抗拒 而是表現得自願妥協 當中可能有人感到無力 有人缺乏勇氣 有人說服自己不合作後果只會更差 也顯然有不少人樂於配合形勢 是此為爭取個人權力的大好時機遂造了什麼事 歷史檔案會告訴我們 但同時 本來應關心香港點將制度完善的社會人士 也沒有保持警惕 例如當時的立法會議員 就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隱現其二 法例條文規則 只是故事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條文之下生活的人 所持的核心價值與對權力運用 公積和管治的理念心層次的價值和理念全非 怎樣改善條文也試圖勞無高委任副校提供了絕好的實例 學生會將矛頭指向法例規定行政長官為校監 事須剷除的殖民地惡法 然而總督為校監歷史悠久 卻未知有現時的問題 理由不單在條例程介名就指出 校監名以上有種種大權 也不應實質行使 校監只應理行禮以上的角色者就是權力 應備而不用的理念法律不能脫離社會的價值和思想理念 普通法制的理念原則 除公積而來的權力必須下乎法律原則行使 不然以示濫權如果獲委任公積的人士權力 位屬於自己任由自己行使的話 普通法制度便徹底遭到顛覆從管治的角度 普通法的基本理念是權力範圍衰寬 但當權者怎樣行使必須從嚴 以免權力受到公眾質疑 令法治的公信力受損 動搖社會秩序的穩定權力的制約是輿論 而輿論的力量來自人的素質 公民社會的素質 從政者對自己的要求公民素質的培養 正是大學的使命如果從委任公職開始 委任本身成就卓著而已有公信力的人 就是讓這些人的名譽彰顯大學的地位 委任不學無術之輩 公職權力就成了他們必須像取悅當權者 以保存的私產所以 當香港社會事後委會 後監為大學的老闆 舊職員以至校長聽命於老闆 徐老闆喜惡而升職、炒人 純粹修改法例指示隔鄉蘇養自救必先覺醒 港大這豬百年老樹肯定有病病原來自周遭政治環境氣候變壞 也來自內部遭到真菌腐蝕 現在加上其他工程破壞根部及泥土 這豬老樹還有救媽 這豬老樹斷然有救救的先決條件是覺醒、打壓的力量如此醜陋 以令學生、校友、公民社會不能沉睡下去如過去的淪落 一半是基於脅迫逃避自私自利和愚昧 這一半必然會有改變 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個入侵的政治力量指動暴力打壓 而身的守護力量會與大壓力變抗爭如是決心沉著我對這一代學生的勇於 承擔和理性自省有信心、甚至有認同感 因為我年輕在港大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 只怕自己沒有做我背應做的事 其實已經不怕地 walking